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配音教数学 我们教期望值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现象 就是说,如果我抽到重为止的话 我要抽几次呢 我抽了k次让我抽到 所以前面的k减一次都没抽到 然后dk次让我抽到 然后我们的期望值要去把几率乘上你的数值 然后这个k从第一次就抽到 或者说k是2的话是第二次才抽到 也就是说有一次没抽到第二次就抽到了 然后如果是k是3的话 就第三次才抽到的话 前面两次没抽到第三次抽到 然后这里乘一个3这样子 那从k从1到无限大 这样子的话它就变成是 1乘p加2乘p乘1-p一次 3乘p乘1-p二次 到n乘1-p的n-一次 就是到无穷大 无穷多 那于是这个期望值呢 要到底要怎么算呢 我这个东西是我要求的1 对不对 我把它整个乘以1-p 那你就会发现说 它是它乘一个1-p 然后把它乘以1-p 把它乘以1-p 把它乘以1-p这样子 那所以说它乘以1-p之后反而跟它后面一样 只是数字少1 它乘以1-p之后跟它一样 结果数字少1 它乘以1-p之后跟4的那个一样 数字少1 这样子一来呢 我就把这一项减 这一项 就会留下一个p 这个p乘以1-p也一个 p乘以1-p平方也一个 p乘以1-p三次也一个 一直一直下去 它就会变成一个无穷等比奇数 那这个你们可能还没有学无穷等比奇数的公式 那跟你再来就说一下 最后会变成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 这里算出来总共是1 这算出来总共是1 然后我是p乘 我这里不是 这一条是这一条乘以1-p 然后我们不是拿这两个对减 所以是拿1减掉 1-p 所以是1-1加p 所以这一个 这一条是我们要的东西乘以p 结果算出来是1的话 所以我们要的东西是 p分之一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终于要来到简单的那个部分 对一切就是为了这个很漂亮的公司 这个p分之一是什么 就是我们抽第一颗的几率 的倒数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在20颗 逢球 我在20颗球里面 有一颗球做了记号 可以吗 有一颗球做了记号 那我第一次抽就抽到那颗球的几率是1 我一直抽 抽不到就一直抽 但是我抽后放回 重点抽后放回 我抽不到就一直抽 抽不到就一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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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我要抽几次的期望值 不是说我一定抽这么多次刚好就抽到 而是说我到底抽几次会抽到的这个数值 我终于比如说17次抽到了 再试一次又抽抽抽这次我发了比如说27次才抽到 然后再试一次再次我抽抽抽 我如果连续做好多次这样的实验我会发现平均起来呢 你大概可以预期 这就是期望值的意思嘛 你大概可以预期我抽几次会抽到呢 这个答案就是 20次 也就是我一开始是20分之1的那个数字的导数 所以说如果我刚刚做记号做了三颗球 那么我第一次抽出来的几率是20分之3的话 那么预计我要抽几次就三分之二十 也就是这个6.666次 小明打算值同一力骰值一直到值出五点为止 那他所需值的次数的期望值是 6 可以吗 因为每一次都是6分之1 这个数字的导数 期望值是6 但是并不是说他值6次一定会出现一次 也不是说他值到第6次一定会抽奖保底 抽10次一定送一颗五星上将什么的 那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说期望值是这样 就是说你可以预估可能差不多是这个几率 要抽6次 小考考卷上有五题单选有四个选项 那任意乱猜 请问他答对题数的期望值会是多少呢 那每一次猜都会有四分之一对跟四分之三错 的五次 那我们就不展开了 因为我们上一集整理了一个很漂亮的结论 连猜五题 那要注意一下 很多人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去讨论过 为什么可以使用这个公式 他就用了 或者说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公式 但是他就是猜会这样写 然后对 或者说看老师这样写 然后跟着照着做 他可能会想说 那所以说 这是猜中五题 猜中五题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那猜中四题呢 那猜中三题呢 为什么不用加呢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不是猜中五题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其实五题都中的几率是1024分之一 就是4的5次分之一乘上C5取离 然后乘上5 对不对 乘上5才是期望值 不乘5的话是几率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猜中五题乘上猜中五题的几率 其实你得到的这个数算的结果 他本身是一串的 C几取几乘以几次几次 C几取几乘以几次几次 乘以多少 这样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最后可以被整理成 刚好会等于是 这个 N乘以P 也就是你要对这件事情了解到 这个CN取 CN取K乘以 这个 P的K次 然后1减P 就是这个四分之三 这四分之三 然后N减K次 然后还要乘上它的次数 然后K从0到N的 这个整理完的结果 才是这样子 那以这一题来说 P是所谓的第一次抽的几率 就是四分之一 以这题来说它是四分之五 而不是说它的次数是五次 然后它的五次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不是这样子 这样可以吗 它的次数其实五次 三次两次一次 都有相对应的几率 OK 那再看下一题 复选题 每一题有五个选项 答对 每个选项得0.8分 答错不到扣 那以致A选项是正确的 其他乱猜 求他得分的几率 也就是说他不论如何会得A的那个0.8 那剩下的呢 你要求的这个得分 的期望值 其实你去求答对提数的 答对选项数 的期望值算出来乘以0.8就好了 所以那个0.8可以先不用放进去选 你有两种做法 一个就是说我这里当成试题 那最后我再加0.8 在最后一定会拿到 或者是我的答对选项数 其实是从那个 不会有零项的 就从一项到五项 这样子 那我个人比较建议 如果你要用这个 这个 那个数算的公式的话 你要另外加0.8 也就是说你这里是当做是共识项而已 如果你用五乘以二分之一 得到的二分之五去打的话 你等于是把这一个 这一题也丢进去那个位置里面 他也有可能会对 有可能不对 但是其实不是啊 这题我们一定中 这样子 这里其实是你只有打四次 然后每一次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可以吗 所以这是两个 三个0.8是2.4 是这一题的答案 签筒中 编号一的有一支 两二的有二支 三的有三支 到十的有十支 随手抽一支 求得到编号的期望值 那你可以按个暂停想一下 随手抽一支 所得编号的期望值 所以一这一支的总几率是 那他总共几支啊 总共几十钱 有1加2加3加4加5加到10哦 有五十五之千 五十五分之一 五十五分之二 五十五分之三 五十五分之十 那会等于五十五分之 这个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加 到十平方 如果你已经学过这个 数列那个单元的话 这里有一个数算公式 它是n乘以n加1乘以2n加1除以6 它刚好有一个11可以跟我们约 真nice 我没有想到那么漂亮 答案是7加6做对吗 那要注意哦 这不是上面那种题目 不是每一次都是刚好把10拿去乘以10分之一 就是你要想 它有刚刚好是我们前面教的这两种数算 不管是这个不管是抽后放回的还是这两个都抽后放回 不管是抽后放回还是抽不放回 都是重复试验 就同一件事情连续做很多次 它这没有它就抽一支啊 所以它不是重复试验的问题 学期末老师准备了20份大小不一的奖品 全班20个人留上去抽 有5件是人人都想要的大奖 另外15件形同垃圾 小明是5号 求他中奖的几率 那这个问题我们在 学几率的第一堂课就已经算过了 你要是答错的话 我跟学生视讯上课 我说你要是答错的话 我点UberEner叫他过去揍你 那所以答案是多少 20分之5 4分之1 求他在上台之前大奖已被抽走的数目 那这个是抽后不放回 那我们刚已经讲过了 抽不放回 结果还是跟抽后放回一样都是N乘以P 那现在我们的N是4啊 因为他上台前抽4次了 然后每一次都是1分之1 所以大奖已被抽走的数目是一件 也就是说你吸收了这个数算的技巧之后 的确很多问题都会变得豪想很多 可是前提是你要知道这算什么 要不然你会把这个数算的方式 拿去算在其他根本不是这样的问题上面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